好 以上我们说完了 三叶清净 当生成就 再来说 皆令果碎 决定无疑 这个皆令果碎 决定无疑 是众生向菩萨所祈求的一切 所做的一个结尾 意思是说 不管你是祈求消业障 还是祈求征服会 这两种观世音菩萨 都能够令我们有感极硬 无怨不从 在《大悲心陀罗尼经》上 观世音菩萨说 若有众生持送大悲神众 躲三恶道者 我誓不成正觉 持送大悲神众 不得往生诸佛国者 我誓不成正觉 持送大悲神众 不得无量三昧辩才者 我誓不成正觉 持送大悲神众 于现身中一切所求 若不果罪者 不得名为大悲心陀罗尼也 为除不善 疾不至成 诸位 观世音菩萨 已经为我们保证了 大家还怕什么 决定无疑啊 千万不要想 为什么没有感应 我们应该想一想 父母为了家庭 在外面所受的委屈 所受的辛苦 他回到家里 会对孩子说吗 会对孩子抱怨吗 不会 父母尚且不会 更何况 是佛菩萨 那种无我无人 大慈大悲 舍己为人的菩萨心肠 在无形当中 不知道已经为我们 单据了多少的业力 冥冥当中 我们不知道 受了多少的加持 希望大家都要 以一个感恩的心 来称念这一句 观世音菩萨 好 以上我们的 悲怨拔苦 以及慈心满怨 就说到这里 再来说下一段 观世音菩萨 道归极乐 给予众生的 究竟泄脱 所谓 能使素获三成 造正一成佛果 观世音菩萨 是如何的 道归极乐呢 如何的 为始法界的众生 救苦救难 给予始法界 众生究竟的利益呢 第一点 观世音菩萨 他劝一切众生 求生西方 我们先说 在这个三界火宅当中 为什么生死次然 苦恼无量 这些苦 是靠五欲 就能够解决的吗 不是 老和尚常告诉我们 五欲只会给你 带来更多的痛苦 就好像咸水一样 越喝越渴 所以想要追求安乐 想要免离痛苦 绝对不是向外攀缘 而是向内安住 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三叶清净 你三叶清净 就不会有苦 凡夫就是因为 内心没有圣道的摄持 所以控制 所以控制不了自己 观世音菩萨 明念众生 真口一三叶 没办法清净的苦 所以 加倍众生 数获三成 早正一成佛果 观世音菩萨说 我能令六度 未满足者 速令满足故 能令未发菩提心者 速令发心故 有声闻人 未正果者 速令正故 又若三千大千世界 幽影暗处 一切众生 吻我名号 皆得离苦 又诸菩萨 未皆出住者 速令得故 乃至令得 十住地故 又令得 佛地故 自然具足三十二相 八十随行好 又说 若有持诵 观世音菩萨 大悲神咒 生生不绝者 四沙门果 当生吉正 其立根 有会观方便者 十地果位 克正不难 我们有以上 这两段经文 就可以知道 想要成就圣果 只要念观世音菩萨 一切都能够成就 也许会有人想 我们不是要求生西方吗 何必还要在这个世界 成就圣果呢 当然我们决定要生西方 但是 一个欧罗汉 跟一个凡夫 生西方 那种功恨 怎能相比 如果真的 念观世音菩萨 念到了成就圣果 正欧罗汉 不知道 能够为老和尚 为佛教 做多少事情 能够 能够度多少的众生 往生西方 多好啊 在家居士 虽然不能够 赠欧罗汉 但还是能够 赠虚陀环 斯陀环 欧罗汉 这三个果位 我们不要说到 三果圣人 就说出果虚陀环 你能够赠得虚陀环果 那就任运的 不会造杀盗淫妄 也就是永远 不会破戒的意思 如果有一只蚂蚁 在地上走 你虽然没有看到 可是你脚一踩下去 这只蚂蚁 马上就距离 你的脚底三寸 所以你再怎么样 都不可能会破戒 其他的偷盗 邪淫 妄语 都是如此 就算你强迫这个 虚陀环果的圣人破戒 他宁可 舍弃自己的生命 也不愿意犯戒 而且证得了虚陀环果 他会对佛陀 对善知识 生起无量的感恩心 他对佛陀 对善知识的信心 是永不退失的 在大致度论上 有一个比喻 假如今天 这个虚陀环果的圣人 他有一碗饭 这一碗饭 他如果不吃 马上就会死掉 可是 他还是 能够毫不犹豫地 把这碗饭 供养给佛陀 这就是成就圣果的境界 大家听了 应该要很向往 很惭愧 做一个凡夫 多么苦 道心 今天发了 明天就退失了 想要持切清静 偏偏就是没有办法 如果能够成就圣果 那是多好啊 要知道 做一个凡夫 苦在哪里 苦在没办法自由 你千万不要觉得 哎呀 反正我今生要生西方嘛 那临终再去 我今生就 做个凡夫就好了 或者还说 我的内心 烦恼习气很淡薄 看到五欲 也不太会起心动念 就算有烦恼习气 我自己都能够降服得很好 大家要知道 凡夫与圣人 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就是在于 一个是有断烦恼 一个只是降服烦恼 烦恼有断与没断 那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 你的烦恼断了 再强的五欲来诱惑你 你也不会起心动念 魔王鬼神 也伤害不了你 你的烦恼没有断 修得再好 有再高深的禅定 那都是靠不住的 老和尚说 那就好像一个定时炸弹 遇到了境界 一起心动念 禅定就失去了 功德也破坏了 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最怕的就是傲慢 与自我满足 如果你在修行当中 看到了什么境界 或者得到了什么 清安法喜 或者觉得自己的烦恼习气 调伏得很好的时候 诸位 这时你更要注意 更应该要韬光养晦 更努力拼命地修 不要才修了一点功德 就开始自我膨胀 以为自己不得了了 大家要知道 在鬼神的世界里面 他们的好胜心是很强的 你一动这样的念头 你觉得自己修得很好 鬼神他就不高兴了 哦 你说你的烦恼习气 调伏得很好 修持修得不错 好 那我就来破坏你 跟你较量一番 他就会让你起心动念 他就会来破坏你的功德 让你控制不了自己 而去犯戒 诸位菩萨 我们今天 在这个娑婆世界 成就功德 有这么容易吗 修行是进三步退十步 好不容易才成就了 那么一点功德 却因为一时的傲慢 与满足 全部被破坏了 那是多么可惜 真的 大家不要觉得 自己修得很好 我们是一个不定据的众生 今天好 明天不一定好 上半辈子好 下半辈子不一定好 大家今天 为什么要来念观世音菩萨 为什么要修持净土法门 求生西方 道理就在这里 在这个娑婆世界 你不仰仗佛力 那你还要依靠谁 念观世音菩萨 这是方便中第一方便 所谓不断获业 得欲补促 即此一生 圆满菩提 就算你不能够成就圣果 那又有什么关系 只要你生到西方 上品 就正无声法忍 就能够分身百戒作佛 中品 就正欧罗汉 下品 仗着弥陀愿力设持 还是能够 原正三不退地 一生成佛 以上是讲 三界凡夫的苦 再来说 观世音菩萨 给予身闻 原觉 菩萨的 就近泄脱 可能会有人想 凡夫有苦 那是可以理解的 那身闻菩萨 都已经了身脱死 三叶清净了嘛 他们还有什么苦呢 要知道 身闻有成空至极之苦 菩萨有格别不容之苦 当然这个苦 可是二成声闻原觉 因为没有发菩提心 没有行六度万恨 所以他们正得的是偏空法性 而菩萨 而菩萨 虽然发菩提心 行六度万恨 但他们对于中道的法性 并不明了 虽有中道之志 但是少分而不圆满 所以他们正得的是 但中法性 虽然是如此 观世音菩萨 能够让一切菩萨 肃及成佛 观世音菩萨 能够让一切身闻 肃及发起 无上圣意 无上圣意菩提之心 观世音菩萨说 有愿舍身生净土 普现一切诸佛前 普于十方佛刹中 常为清净圣萨舵 普见十方一切佛 及闻诸佛说法因 若能至成称我名 一切所愿皆圆满 或在唯恶多幽部 日夜六时称我名 我时献住彼人前 为座最圣归一处 彼当生我尽佛刹 与我同修菩萨恨 由我大悲观自在 令其一切皆成就 观世音菩萨 怎么样为声闻菩萨解苦呢 还是劝他们求生西方哦 生道的西方 跟观世音菩萨一起行菩萨道 那多么好 你遇到了困难 遇到了挫折 观世音菩萨就安慰你 鼓励你 你有不懂的地方 观世音菩萨就教导你 有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的加倍 菩萨道还会有障碍吗 那当然是造正一成佛果 观世音菩萨解救了 菩萨生文的苦以后 观世音菩萨还为佛陀解苦 佛陀有什么苦 难道 佛陀还有痛苦吗 佛陀当然有痛苦 佛陀也要念观世音菩萨 佛陀的痛苦是什么 看见众生受苦而心痛 为众生丹业而受苦 不过当然 佛陀念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念 是父主的意思 三千年前佛陀要离开众生了 佛陀把一切的众生 都付足给观世音菩萨 要菩萨在众生没有依靠的时候 给众生依靠 当然 佛陀他最希望的 是令众生往生西方 成就佛道 回归自己清净心 本有的故乡 所谓开示误入佛之之见 佛陀在的时候 可以自己去救度众生 可是 如今佛陀离开我们 佛陀当然 会为末法时代的众生 感到忧虑 观世音菩萨是诸佛的法王子 他怎么会让佛陀忧心 让佛陀难过呢 所以 观世音菩萨 在十方世界 道归极乐 劝九法界的众生 同生西方 一抄植入如来地 以这样子 来安慰佛陀的心 为佛陀解苦 为佛陀解苦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